如果卧室能砸了重装 1.不买挂式空调 管线外路太难看 而是安装风管机 藏在吊顶里 整洁又美观 2.不贴过门石和木地板 小气难打理 而是瓷砖通扑 好打理更大气 3.不做定制衣柜 甲醛膏价格高 而是装金属衣架 省钱环保还能挂 安装推拉门 简洁不落灰 4.床头要装吸音板 降低噪音的打扰 5.床头不做软包 而是做木式面 床尾过道更宽敞 6.不做塑料踢脚线 接缝太多太难看 而是做极窄木质踢脚线 简单更耐看 7.不装罗马杆窗帘 而是预留窗帘盒 安装轨道窗帘 记得预留插座 方便改装电动窗帘 8.床尾刷个大白墙 不装投影幕布 而是直接投在白墙上 省钱省空间 9.吊顶不做石膏线 而是做双眼皮吊顶 简约又时尚 10.插座不要装太低 容易被床头柜挡住 要高于台面 使用才方便 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 10.插座帘 10.插座帘 10.插座帘